潘兆聪個人網站 現在除了有深受全球華人喜愛的靈異節目 《恐怖在線》之外 還有延續發揮大笑精神的《恐怖在笑》 除此之外 逢星期五凌晨1點的《全民激動》 還有美女主持坐鎮 《好聽更好看》 另外,全新節目極度心寒 Jam Dot Dot帶大家再次走入冷血殺手的世界 分析令人極度心寒的殺人事件 話名叫做《好大個網》 又點指精彩的節目呢? 由現在開始,潘兆辦館正式開業 潘兆聪聯同本地創意工業 摩852攜手打造網上購物新境界 精彩產品陸續有來 Admanpun.com,潘兆開路,人鬼共融 回到你澳門的時事 是不是最經典在你心目中? 一定是 一定是 我們可以說回上次 因為你電話說都沒有那麼清楚 是嗎? 所以今天可以上來,完完本本再說一次 好嗎? 那時候因為我公司要派一些 DJ 我們去另一個國家或者城市 我便被派到澳門去探製一間酒店 好,我給大家想一想哪一間 因為我知道你說哪一間 它是最近橋的應該叫,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啊 現在應該改名了 我相信 沒有去過了 現在 那再去吧 好了,大概那間 那裡還有沒有那間酒店 那裡還有沒有那間酒店 都不知道 沒有了,因為真的… 我去到那裡,我真的不會再回去再去看看 還是住那間酒店 好了,當時是怎樣的呢? 那其實很自然地去到我自己的房間 那進去的那個感覺呢 很濕黏黏,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再回看,原來那一層是有泳池的 我一出去就找到泳池,不奇怪,濕一點 其實從那天進去那間房間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我有些舒服 那時候就開始吐餅了 其實你如果開始吐餅,就可能 算了,或者潮濕,天氣 但是你生病,就生病得很有趣 那你開頭可能感冒,然後你發燒 那你發燒,我做夜晚工,我沒有可能 夜晚之前吃藥的嘛 那我一定要睡覺之前吃藥 那或者盡量是有機會吃藥就吃 那它發燒那段時間 是會慢得會好得慢一點 那你持續了,一個星期好像康復 那過了一會兒又來發燒 那其實一開始進去那房間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呢,就經常發惡夢 那些惡夢,我是現在沒有人像 總之我知道是發惡夢 那你自己會不會有很多酒 酒精上面的東西,最初 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你聽說那個酒店是酒店的 你有多高興的,你都不會喝太多 即不是劇場 不是,你是酒店的 所以客人比較斯文 那你又有時候要講咪,又要打碟 你不會的 那時候那時候 那你根本其實是下班的時候 我其實很精神 那你一陣子回去睡覺 又說,哎呀,好有東西摘 那摘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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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那我就戴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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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怎麼睡呢 有某一段時間 其實你都好像有點不舒服 總之有一種感覺就是我在那裡兩個月而已 這兩個月裡面我其實都是經常有一些感冒病 我打算吃一點安眠藥 因為我其實下班太累了 吃個牆壁很容易做 是不是 你這麼清醒了 哪裡吃一點安眠藥 我就不夠膽整天吃一粒 吃一點而已 但是吃了之後 我的脾氣比安眠藥更強 都是睡不到 睡不到之後 我反而覺得很興奮 死了 又睡不到 接著怎樣呢 整一整一整一 到天干才睡 天干的時候可以了 過了骨頭 又可以睡到一個大約五六點起床 我們的生活是這樣 起床 洗澡 準備準備好準備 準備準備好 因為你進去洗澡 你知道酒店有整個鏡子 整個鏡子 那你的浴缸一開過面 你一開過都不要說 有點怪怪的 有些害怕的 不過都不要緊 洗澡一洗澡 突然間沒有了燈 然後我很害怕 我就馬上說 等一下 不要那麼快 其實我怕會嚇到自己 然後走出去 我就在那裡叫 做一些事情 很傻的 不斷扔地 你為什麼要關掉我的燈 不斷扔地 即是對著空氣說 是的 我直接走去洗澡 直接走出來在那裡扔 為什麼要關掉我的燈 其實也是很害怕的 但是那個激發我有種說出來 因為太害怕 或者你受到那個… 驚嚇程度 我真的害怕的 一會兒他又會開一些電給我 又給你 又給我 即是那時候他人都還沒停的 還在震著 還在震著 我好像見到一個女生 那些服務員說不是吧 我是穿Disco的 是穿Disco的 我就把我所見到的形容 就描述給他聽 是 他就說 唉 我這個同事去年 就在那條橋那裡撞車 喔 那條澳澳橋 澳澳仔那條橋 在那條橋那裡撞車 唉呀 那我說唉呀 他是不是上班途中 或者都是穿Disco的時候出事 那我就不知道 我知道我沒有問到 但是我老實講 聽到他這樣我就已經… 可能他要上班所以梳頭 我不知道 總不知道我讓我看到他 但我是不認識他 我完全沒有可能會描述到他 是什麼樣子 或者身高 樣子 頭髮 正確就是他 正確就是他 因為我簡直是說了我看到的事情 那我同事說唉呀 糟糕了 你知道嗎 他其實呢 之前在那裡撞車的 那些酒店的撞車 他們經常在撞車上 就叫救命 有人聽到 聽到他叫救命 那撞車裡面 我不知道他們… 有聲沒有人 是的 有聲沒有人 但是那些安全感 聽到有聲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到電梯裡 是啊 那他看回 那電梯裡沒有人 女生叫救命 是女生叫救命 在電梯裡 但是你保證下來 他又看不到那個人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聽到他們說 他們那時候又燒一些東西給他 燒東西給他 但這些我已經聽到之後 我覺得好像真相突破了 但多久之前的事呢 你見到這個女靈體 跟他發生意外的事 相隔多久呢 我想 其實現在他剛好只有五奇 我想不會相隔得很久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我當一個共識 你邏輯性 我現在又不認識你 我剛好說得出 這是去年的事 你會不會讓我早些發生了 已經有呢 只不過剛好讓我遇到 那我又說出來 說不定可能之前已經發生了 他才能告訴我 所以我才覺得 那我也不用說換房了 我說不行了 我跟公司說 我要馬上離開